各位同学,你们好 在学习了我们芒果DB的建模技术和索引技术之后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应用到我们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 不管你上淘宝也好,京东也好 他说你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谓的多级分类问题 你看电子产品的时候 对吧,他下面会有他的子分类 电脑、相机 电脑下面还有分类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相机下面可能有卡片机、有单反 这是一个竖型结构 学过数据结构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熟悉 但是我这个是二查,其实不止 这个可以多个分类 电脑下面可能还有台式机 这样一个结构 那存在数据库里什么样?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简单的那个做法 我们不是学过这种一对多的关系吧 这比较常用 咱们以我们这个电脑这个例子为例 那如果我们设计这个Document的话 它是这样的 ID 这里咱们可以让ID就直接等于电脑 来保证它的唯一性 但如果说你不喜欢 可以 那我们这个不要 那我们可以加个字段 ID就用它默认的 我们这个SIMBLE的电脑 那我们说你这唯一性怎么保证 我给你写这儿啊 这个唯一性 那我们就 DB点 我们这个Collection 比如叫Categories 我们Cat 点 你不是想保证一个唯一性吗 InsureIndex 前面一样 给SIMBLE建一个缩影 那我这个SIMBLE得为E 对不对 那再加一个字段 这逗号啊 再就等于我这个InsureIndex 揣俩参数 unic 等于 那这个字段 就可以保证它的唯一性 如果你插两条记录 都掉电脑 它拒绝 你插不成功 那我怎么把它关系呢 它的关系 那我再加一个 回来 children 可以是个数组吗 你就把这个 你的这个平板呢 对吧 对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台式机啊 它的所有的这个children 的子分类 全放在下面 另外一种做法 一样的 这个ID是什么什么 然后它的SIMBLE 是什么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说 我不放那个数组 数组还是麻烦 我只记录它的PARENTS PARENTS 它的是什么呢 就电子嘛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它都可以保证一个 数的一个关系 那同学说 那这种情况 我怎么知道它的儿子都有谁 那你就去数据库里查嘛 就是查询PARENT等于电子的 那都是它的子分类 这种做法其实都是比较简单 而且我们分类表应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用电脑做法都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跨级的查询 就比如说我查 我一点电脑 我就可以看到 电脑下面所有子分类下面的所有的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 有比如笔记本电脑下面啊 可能是个我们是一个某个具体品牌的一个笔记本 就是回谱的 那我们比如点点电脑 那个回谱电脑应该也得出来 对不对 这跨级的这个会比较方便 那怎么做 那这种做法呢 就麻烦了 你可能你要在这个你的应用程序里边 你写循环 你通过这种出战入战 或者写个地规 来不断的这个来迭代 来发现啊 我这个底下笔记本 那下面还有子分类 所有东西再给它列出来 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能不能一次查询做到 可以把这种跨级的这种子分类全给你列出来 可以 那我们就要学习一个 那使用一个 叫做 ancestors 这么一个祖先的一个array 这种方式 它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 你不是说数吗 那你数呢 你从这个根结点开始 对吧 向下 然后这个又向下 它是有一条这个通路的 那他在这个路上都是他的祖先 比如平板电脑 他的父亲是电脑 爷爷是电子 这就是他的一个祖先的一个 一个结构 那我 其实跟刚才一样 我就 也是那个记录 这个category的记录 那我给他来一个 cestors 它用什么结构 用array 电子 电脑 这有什么好处 你查询的时候 你就直接 犯了 你说说 这是array怎么查 array一样查 ancestor 这就可以把 所有 所有 ancestors 这个array里边带电子的 电子 这个element的 这个元素 document 全给你找到 这代表着如果这么一查 电子的所有的子分类 不管你是孙子辈的 还是虫孙子辈的 全会出来 因为你都会包含这个电子 对不对 所有祖先都会存到自己 这个ancestors 这个array里 对不对 很方便 查询效率也不错 因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array直接建一个index 这上次好像没讲这个 为什么没讲 因为是一样的 你就直接 引数index 号出号 1 就好了 就给这个array 建了一个 建了个1 所以 如果你这样查询 就会走这个所以 非常容易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虽然这么查询也高效 也是走走所以 但它毕竟是一个array的查询 它没有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 就叫一个 官方 把这叫做materialized的一个pass 那我们这个怎么用的呢 其实它就是用一个pass的情况 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 怎么做 也稍微写一下 你这不是有一个路径下来的吗 这个路径上都是它的祖先 对不对 那我就 不用array了 我这也是刚才那个字段 id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比如说simple 咱们用这个平板作为个例子吧 对吧 就是 它 平板 它自己是平板 对吧 怎么表达平板这个东西 那它的一个pass pass是什么呢 是个string 最主动是电子分割幅 你可以逗号或什么 我用一个竖线吧 竖线 然后电脑 那这个结构就清楚了 我就知道它是从电子到电脑再到我平板 就是这么一个路径下来的 对不对 那查询是怎么查 也很简单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学的那个政治表达是吗 对不对 好了 就可以把电子下面的所有子分类 孙子分类 虫子分类全拿出来 如果是电脑下面怎么查 那记得我们 就是使用这种从头的 这个用程表达是这个查询会是比较容易用到 所以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竖线 prefix 电子 然后 电脑 这就可以把 电子下面电脑就是等于等于这个 它下面的电脑下面的所有子分类 从孙子分类 孙子分类全给你弄出来 这个效率为什么高 因为我可以对这个pass 它就是和Stream直接来 来做一个缩影 对不对 然后我会通过中等达式的方式 还可以使用缩影 它又是一个一个顺序的 那我通过这种前缀的方式 可以一下子做一个很轻松的一个index seek 把它找到 那就讲了两种方法 都可以比较容易实现我们这种跨级的 对一个树的这么一种查询 同学们说 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采访之道 我们看一下 是吧 有的 其实用芒果DB 现在文档真的是太厉害了 早前我整理这个东西还挺费劲的 以前我做项目的时候为了发现这些做法 现在它自己给你直接就是这么一篇一个网页 帮你全归纳好了 比我刚才讲的还多一种方式 前面两个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 咱们用那种单层的parent或者是children的那种方式 来表达一个书的结构 但是跨级的问题呢有点难办 然后这两个就是一个是瑞业Fancestors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讲的那种方式 那这个就是用这个 pass的这种方式 也很好 最后一种 牛了 它这个算法更方便 它既不用了 如果也不用了 我刚才那字符刷了 它直接用那个整形数字 每个字段 给你放一个left一个right 你就可以查了 它任何子分类 只要说它的leftright在这两个中间呢 就必然是它的这个子孙 可能儿子可能孙子 我推荐大家自学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结构的一个面试题 以前经常被问到 这个你看 它就是标号 给这个数据的一个所有元素进行一个标号 从这个跟你得开 这么一一二三四五五 然后六七 绕这个走上这么一圈 来提前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大家可以我这个看一下 但它的问题在说 一旦这个数更新 都对整个数重新标号 但如果数结构比较稳定 比较固定的话 用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但我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不如我前面讲那 那两种办法直观 它你看这个结构 它每每一个次靠一个leftright 你不懂的同学 可能你同事就知道 你做的这是什么东西 没法用 而你前面那个做法 这个一个document直接列出来 大家一看就明白你在干嘛 你要表现一个数结构 它的所有组线列在这儿了 或者是这个一个路径 这是各有取舍吧 好 那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关于我们的这个数型结构 推荐大家把我们这个芒果db 这个参考资料 他们官网了 好研究一下很好的学习资料 好 接下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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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